第三题 有关于中心率的描述 下面核的正确 肿瘤细胞的两个中心率会常常分离 为什么呢 什么时候中心率会分离呢 在有失分裂的前期 有失分裂前期 复制好的中心率会移到核的另一端 准备发出仿锤师 那你会常常会 你常常在经历有失分裂的前期 这个细胞常常在有失分裂 是的 肿瘤细胞常常有失分裂 常常会经历有失分裂的前期 所以A是对的 他常常会分离 常常会分离 因为他常常在分裂 常常在分裂 常常在分裂 好 B很像双套染色里的细胞 具有一对中心率 什么意思呢 你还没复制之前 你的中心率有一对 是对的啊 中心率是成对的 所以B是对的 好 中心率是非磨状胞剂 它是它没有零子质的磨 所以是对的 中心率的代角核数目 会因细胞不同而有所差异 错吧 哦 等一下 不对 我懂了 它的中心率的代角核数目 为什么会有差别呢 因为有些细胞会形成边毛跟纤毛 所以除了细胞和BP那个中心率 是发生纺锤丝有关的之外 你为了形成边毛跟纤毛 你的中心率的数量 位置会改变的 中心率的最重要的目的 并不是形成纺锤丝 而是形成边毛跟纤毛 而有些细胞 它成成边毛或形成纤毛 它的中心率就会 数目会比较多 形成多个边毛或多个纤毛 所以这里组成对第一 最后一个 中心率可能是自行复制的 对 不然呢 它就自己复制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大核的另一边 就是要自行复制 以上是第三大 第三大核的这些答案是全部都对 有些细节你可以从前面的文字可以看到 它有一些对中心率的描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